寒霧 字幕間是COT 見到我那麼難看 就知道現在已經是深夜的時候了 其實現在已經是12點多 但是為何深夜種事我呢 這句話真的真的 我最近已經迷上了做宵夜 所以這次想跟大家做些寶寶 我最近都很喜歡吃的宵夜 今天就是第一天 我會和大家煮這個芝士 煙肉 山菜 雞蛋三文治 其實這個三文治早上也可以做 我現在馬上做 首先我會切椰菜 剛剛切好椰菜 打雞蛋進去 好了 現在就要放些蛋進去 我就會把它做成一個 好像正方形一樣 同時大家可以放些煙肉在旁邊煎一下 然後就可以放這些芝士碎進去 一定要用這些芝士碎才會有拉芝的效果 然後緊張的時候就到了 我就要把這個雞蛋反轉 1 2 3 對了 哇 好漂亮啊 這個蛋 這次很成功啊 你聽不聽到那些油的顏色 是滴滴滴的 很治癒的感覺 剛剛就準備了兩塊烘焗的麵包 我這次就會加番茄醬 如果大家家裡有沙律醬 也可以加沙律醬 這樣就會更加好吃 但家裡沒有 所以就只加番茄醬 上碟 哇 它的樣子 大家看看 滿滿的餡料 好吃 我覺得加上沙律醬應該會更加好吃 但現在加了那些菜 也是很有Isaac的感覺 不知為什麼 宵夜一定要在自己房間吃才開心 所以為什麼晚上一定肚餓呢 我都不明白 我以前不會的 但現在每次去到12點幾 1點好像有個鬧鐘 我就肚餓了 不過呢 我也會控制自己不要吃東西 我會 可能隔一個星期才吃 但因為為了拍片 所以這次我就決定 一年吃5天 然後就跟大家煮我最近煮的宵夜 睡覺了 加加波汁 加加波汁 吃完東西不收拾東西 做什麼 做什麼 煮 OFF 麵 那些肉 最後吃夜 來到第二天 煮了一個比較簡單 的宵夜必備的公仔麵 那這次我也是吃我最喜歡吃的韓國芝士麵 這個芝士麵真的很好吃 另外還有一些韓國的拌菜 剛好家裡有剩的 都是在我之前韓國街的影片介紹過 那間小店買的 那我現在就要開動啦 它是很濃郁 然後鹹鹹的 還有一點辣辣的 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用了 嗯 一定要有的菜和雞蛋 如果有人吃麵 都是一定要像我一樣 我要一口麵裡面是有湯 我才會覺得它是完美的 例如吃米線我也是一定要有筋 我不可以就這樣吃麵 否則會覺得很乾 話說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這個芝士麵的故事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也很喜歡吃芝士麵 那我經常在那個洞裡煮 然後有一次呢 拿著包條美粉 正常會撥兩下 然後才撥的 誰知道一撥呢 它整個包裝爛了 然後整包芝士麵是飛走了 然後它很適合 是飛到窗裡 然後它就整包粉掉了 這個故事呢 真的我每次吃芝士麵都會想起 很搞笑的一個回憶 好 今天來到第四天的宵夜 我和英輝來到這個位於尖沙咀的Red Chicken 這一間是我們經常宵夜都會來吃的地方 因為炸雞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們這次呢 就選了這個 這個 秘製醬汁炸雞 這個也是我們第一次試 還有 這個 很好吃的 Dogbogi 然後還有 這個 燒酒 蜜桃燒酒 這個Dogbogi呢 很好吃 很夠味 甜甜的 辣辣的 它很爽口 對 我們平常呢 通常都是吃半半炸雞 然後這次這個是沒有脆皮的 不同吃法 平常那些有炸粉的炸雞就熱氣一點 這個是 只是醬油的雞 我覺得在香港來說 它的炸雞也算是數一數二 很滑 而且呢 我經常覺得呢 來這裡會很有去了韓國的感覺 所以它整間店的感覺都很好啊 有去韓國晚上吃宵夜 然後喝著燒酒的感覺 它又播著韓文歌 又有點暗暗的 我吃炸雞 也是喜歡用手套吃才夠滋味 真的有種 大吃的感覺 有聽過嗎 你有沒有聽過啊 都是去任何人的 耶 又來到第四天的宵夜時間了 那因為今天天氣冷了 所以都會想吃一些熱 還有辣辣的東西 所以今天呢 我就決定要做這個的酸辣粉了 這個酸辣粉是很簡單 不是 怎麼用腦超級快脆的 好 首先呢 就下蒜頭 我是蒜頭怪競豬吃蒜頭 蔥 辣椒 芝麻 辣椒粉 然後呢 就要加入一盒超熱的油 剛剛炸起 等剛剛的味道發出來 然後再加一盒的豉油 酸辣粉當然要醋 那我就會加三殼的醋 然後一點點鹽 雞粉 然後再加一些糖 再加一些辣椒油 然後呢 我自己比較喜歡加這個花椒油 會有些一般的味道 如果不喜歡的話 也可以不用加 最後當然要有我們的主角紅薯粉 可以用完的 那我這次就買了扁這些 好 然後呢 最後就可以加一些炸菜 還有一些芫荽 如果大家家裡有花生的可以加進去 那現在就可以開動了 好啦 那我們第四晚的宵夜就完成啦 哇 好正感啊 晚上吃一些熱辣辣的東西 真的很爽 好好吃啊 雖然就不是說很健康的了 但一定對比起外面那些健康一點 因為始終外面那些都會加一些味證 嘩 醬啊 好想開罐來喝 但是肥肉很爽啊 大家最好可能煮紅薯粉之前真的浸一下 要不然它很難會變軟 它現在中間好像有一些 韌韌的感覺 味道很軟 大家想不想來個ASMR 聽一下那些聲音 超棒的 那些聲音是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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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每天晚上又快又好吃又邪惡 哇 好飽啊 煮太多了 我發現紅薯粉 粉皮那些都是這樣 一看的時候你看好像很少 一煮出來就更多 好啦 不吃了 很飽啊 我怕再吃了 今晚睡覺就會頂住 很辛苦 那我這些就留下明天下午再吃 那我也去睡覺啦 去到最後一天的宵夜呢 我今天就要和大家做這個香腸卷 這個材料很簡單 很快就做完 首先就有兩條香腸 然後有半塊這個手爪餅 還有一隻雞蛋 這個份量可以做到四塊 那我現在呢 就會把這個香腸 切開一半 手爪餅會把它切成三角形 然後呢 就要用這個手爪餅包著腸 就這樣捲著 捲過去 然後呢 就可以用一個掃子 把蛋液掃上去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家裡的掃子是沒有了一個餅 所以我就這樣掃了 掃上去 最後一天的宵夜出爐 哎呀 你們兩隻東西真的很餵吃啊 其實它就是有點像脆皮的腸仔包 那我就加了一些茄汁可以蘸 好 給大家近距離看看這個 那塗了一些蛋漿呢 就會令到它的面子 更漂亮 它的顏色會有些啡啡的 更脆耶 好像酥皮湯上面的酥皮 其實真的很快就完成了 如果不算焗的時間 基本上是五分鐘就做完了 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覺得吃宵夜真的令人心情愉快 吃完會覺得很滿足 這一天很完整的感覺 嗯 很快喔 這個表情很滿足 整個表情也是 吃完了 這個香腸卷真的又快又好吃又方便 如果有一天突然很想吃東西 但是又不想弄那麼多 或者吃很大堂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一年吃了五天宵夜 以上這五個就是我最近很喜歡做的宵夜 雖然宵夜很好吃 但大家也不要像我這樣一年吃幾天 都真的挺不健康 很容易肥 可能隔兩三個星期 另一天是treatsday 先吃一頓就會健康一點 好啦 那我都差不多去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以上這五個的宵夜ideas 那我們下次再見 晚安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豬叫聲 因為我旁邊有兩隻豬在睡 第二隻 在這裡 可以幫我按一下嗎 嗯 很 funny 這個冰 對 tra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